恭喜 张帅携手皮尔斯2-0完胜对手 守进奥网混双八强 2022年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 继续在墨尔本进行 中国金花仅存硕果张帅作为混双二号种子 携手皮尔斯出战第二轮的比赛 结果二人四次破罚得手 以2-0击败了佩拉 库尔霍夫 职业生涯守进奥网混双八强 四分之一决赛张帅 皮尔斯的对手是柴园英菜 麦克拉伦 张帅在本届奥网身兼三项 在女单比赛中杀进第三轮 并以两个2-6输给了比利时的梅尔滕斯 止步32强 女双携手斯托瑟作为四号种子出战 意外止步第二轮 混双搭档皮尔斯作为二号种子参赛轻松连过两关 闯进了八强 尽管张帅已经33岁 但是这位老将在赛场上体能充沛 能够在墨尔本炎热的夏天一天双赛 并且能够坚持下去 混双八强 也是本届奥网中国选手的最好成绩创造者 第一盘的第一局张帅 皮尔斯率先发球 但是却迟迟找不到发球手感 失误不断反而被对手逼出了三个破发点 好在没有让对手得逞 艰难挽救破发点后 取得一至零的领先 第二局张帅 皮尔斯渐入佳境 在对手的发球局有精彩的穿越 有往前高压截击 还有底线的对攻得分 最终率先完成了破发 随后的四局双方各自爆发后 比分变成4-2 在第七局张帅 皮尔斯没能守住自己的发球局 被对手回破后又在第八局爆发 取得了4-4的平局 张帅 皮尔斯在前11局取得了6-5的领先 第十二局是对手佩拉 库尔霍夫非保不可的发球局 张帅 皮尔斯毫不手软 利用底线拉锯战 耐心寻找往前的机会一击致命 最终第二次破发得手 以7-5赢得第一盘比赛的胜利 第二盘张帅 皮尔斯继续着强势的发挥 守住第一个发球局之后 在第二局将对手的发球局成功破掉 再次取得了2-0的领先 第三局张帅 皮尔斯尽管遭遇对手顽强抵抗 追平比分 但是依旧艰难爆发 并在第四局实现了本场比赛的第四次破发 取得了4-0的优势 之后双方各自爆发一局后 张帅 皮尔斯带着5-1的比分来到了发球胜赛局 结果对手不甘放弃 突然找回手感破发追回一局后 又在第八局爆发 第九局仍是张帅 皮尔斯的发球胜赛局 二人没有将机会溜走 一波连下4球的攻击波 最终以6-3获得了全场比赛的胜利 张帅 皮尔斯守进奥网混双八强 之前的大满贯赛事中 张帅已经进过法网 温网和美网的混双八强 独缺二网 本届也是实现了大满贯混双 全部打进八强的伟业 张帅 皮尔斯在四分之一决赛中的对手 将是八号种子柴园英菜 麦克拉伦 张帅作为仅存的中国网球金花 有望继续前进迈入半决赛